嗨 我現在妝很完整 因為我剛剛拍完一支影片 然後呢我今天晚上 要下高雄去找Danny 還有Semi 現在就想說在出門前先來跟你們 就是一起收拾一下 我的化妝包好了 雖然我覺得我應該不會帶到太多 然後我的目標呢就是 只要帶這一包 就可以結束 我的化妝保養檔 防曬妝前 這支是我 情人節收到的 然後是雅樣他們家的 有點像防曬乳 這支我覺得用起來還蠻舒服的 然後它有SPF30 所以我想要帶這支 底妝呢我最近很喜歡 用這一款是 Loreal的 UMI MAGIC 可是這一款因為它的蓋子被我弄丟了 所以攜帶有點麻煩 那我帶 這個好了 NYX的 HD Studio Mothogenic Foundation 這支的顏色又很符合我皮膚的顏色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支的 遮瑕膏 遮瑕膏呢我想要帶一個 手指頭就可以上的 這一個呢是 歐皮膚的遮瑕盤 是我17年年度最愛 接下來 粉餅我想帶這個 欸帶這個我好像就不用帶 那個化妝鏡了 好刷具我決定要帶一支 已被萬一 雖然覺得應該不會上到眼妝的 Real Techniques的 暈染刷 然後呢 再帶一支底妝的 Buffing Brush 然後這個是可以 小支可以定妝 可以上 Bronzer可以上 打亮的 睫毛膏 染眉膏 硬妝跟 三合一的 Vemonizer Sisters 唇膏呢我想說帶一支 絕對不會出錯的 Lolita 然後呢 我最近還有收到一個 耶 小禮物 是 GA的唇膏 然後它這個顏色是 看起來很深 不過它是 比較透明一點 然後水潤型的唇膏 然後這個顏色還蠻漂亮的 卸妝跟保養我帶了這些 這個呢 是 卸妝棉 然後卸妝棉旁邊的空隙 我塞了一些 就是化妝棉 可以上保養可以卸妝 然後 妮威亞的眼唇卸妝液 亞樣的 礦泉噴霧 這個就是可以 刀刺清潔 然後也可以敷 KISS ME的卸睫毛液 然後還有 我拿小罐的 這次之前去 Dr.Job的活動 拿到 就是帶出門旅行族 然後有它們這次新的 神奇分子 新的精華 然後跟乳液 一二三 多帶 一些備用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之前有分享過喔 可是我覺得 這種大量製造的透明 隱形眼鏡通常 還蠻多瑕疵的 所以我有時候 會戴到 刺刺的 然後我就會直接剝掉 換新的 所以多帶一點點 好了 然後這邊就是我要帶的 刷具 彩妝品 然後 我要找袋子把它裝起來 就是這邊是我的 保養清潔組 然後我現在呢 就要趕快去打包 因為我今天晚上十點的 高鐵 然後現在是下午三點鐘 然後我還要想辦法剪 我剛剛拍的影片 這樣子 我下禮拜回來的時候 才不會那麼的乾 好我們就完美見 Bye Bye 本列車開火 左營 沿途停靠 台北 板球 桃園 新竹 台中 嘉義 及 台南站 祝您旅途愉快 我上高雄了 又見了我的室友 媽咪可以回台北了 我才剛到欸 我們到高雄的第一個晚上 吃下夜 這是什麼 老薑紅茶牛奶 好喝耶 這是什麼 這什麼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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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醬脂汁 我覺得很無聊 可是我現在真的很想吃甜甜 為什麼我吃了好幾天的 大餐鹹點 就是想要吃一個 很日常的 然後到一個 早餐 就是豆漿店 然後點一個草莓 就突然很想 哈囉我在家做給你吃 我嗎 在這裡有點點 很想吃這個moment 這個moment 然後我點了 他們有信號 我就相信他了 大飯燒蛋餅 菜餐很好吃耶 嗯 超香的 我沒有點過這個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 不像練習生 第五集 默默的 就被 迪尼 推坑 推坑 他好像超期待這一集的 妞妞 NONO NONO 我們現在要去 我這次來高雄最期待的行程 就是要去鳳梨甜 你等一下可以吃到 新鮮的鳳梨 好好吃喔 對你一直推薦我要吃鳳梨心 鳳梨心很好吃 這輩子沒吃過鳳梨心 鳳梨心是最好的 好可怕 哈哈哈 我怎麼辦耶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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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鳳梨 好酷的 往一往壓它就斷了 對對對往下壓對 這樣就斷了 恭喜你 嫁到你的第一顆鳳梨 真的 好像得金牌還是什麼 我阿媽加鳳梨 平均保證最好吃 全屏東最好吃 全台灣最好吃 告訴鳳梨 要去哪裡訂購呢 不是好耶 我阿媽都是賣給菜市場的 喔 爸爸 我來我來我來 你很想說我用一個手指都可以拔 其實這個是要把 它就會有 你的平衡不好喔 哦 平安 平衡 P-D要救一下吧 對 張P-D 這個平衡 成功 我们在洋人潮污涂就在过了 這個洪水 這個兩個金黃 這個是土蠻穢 那個是蠻穢 芒果花也 對啊 我們剛剛去買了給你推薦的醋吧 一定要的超好喝 來高雄一定要喝 耶 然後我點的是小紅莓 小紅髒莓 對 還有桑正跟小紅莓 自己也很愛這家 Funo Funo他們家的茶類很好喝 還有他們家的冬瓜茶類也很好喝 推推 我現在很愜意的在河堤公園 我們在看夕陽 看狗狗 這超舒服的 很愜意的高雄 有沒有覺得路不大 什麼都寬的感覺 真的 整體就是寬的 人顯得就沒有那麼愜意的感覺 謝謝 高雄平均溫度應該來試個華麗的27吧 真的 不過我覺得現在這個溫度是 不會到一直狂流汗 但是又很舒服跟窗外 我覺得沒有很流汗 ups 會然 還會有很多 不會到處都是 那 benefit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